天王朱杰伦近期结束了巴黎战嘉年华演唱会 不过他并没有立刻离开 而是留在当地与粉丝们见面 他在巴黎著名的地标之一 高级沙玛丽丹百货举行了粉丝见面会 吸引大批粉丝前来支持 人潮挤爆了七层楼 预计至少过千人到场 可见天王的魅力不容小觑 朱杰伦在社群分享了粉丝见面会的照片 并表示很高兴回到最伟大的作品的MV拍摄地 能在演唱会结束后见到粉丝们真的很开心 此外他除了举办见面会 也为代言的手表宣传 不仅在手表盒子上签名 也在粉丝拍照时频频露出手上戴着的手表 都去得模样笑凡众人 事实上就结论在MV中 到该百货取经演奏钢琴 华丽的场景一度引起热议 如今他重回拍摄地 迎来大批粉丝留言表示伟大的艺术场合 迎来了这个时代 最伟大的艺术家 也希望下次他能到别的地区举办见面会